你做的青团是不是一蒸出来就塌了 然后第二天就变硬了 今天我们来做三款口味的青团 不塌陷可以放三天不变硬 这款青团提还能压磨制作 做出来也是非常的立体 可以选你喜欢的口味打卡交作业哦 配方在视频最后记得截图保存 咸淡黄肉松馅这个是咸口味的 芋泥奶酪馅这个是低甜度的 花生芝麻馅香脆的 先来做面皮 青团里加了这个小麦淀粉也叫淡粉 皮就不容易塌陷 这个糖量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来进行增减 加开水的时候一边烫面一边搅拌 这样烫出来的效果更均匀 再加入玉米油 稍微凉一点后就下手揉 这一步很重要 揉透揉均匀 揉好的邓面啊推开非常的顺滑 如果你用的粗砂糖揉好之后它会有一些糖的颗粒 这个没关系 等一下还有一个揉的步骤 糯米粉里加入麦苗汁和水仪 考虑到糯米粉的品牌不同 吸水性也不一样 麦苗汁可以预留20克左右 加入邓面之后就下手揉 一个好方法 如果觉得面团太干可以加一点油进行调节 这样揉出来的青团非常的顺滑 而且包的时候就算你不戴手套也不会特别联手 白色的青团皮就是把青汁换成了水 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先来做咸蛋黄肉松馅 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是冷冻咸鸭蛋 一定要记得多喷白酒 这样烤出来的蛋黄不会发干 而且腥味比较少 160度烘烤10分钟 烤的过程中发现蛋黄开裂严重 也可以开烤香喷白酒 把咸鸭蛋压碎之后和肉松沙拉酱拌匀 咸蛋黄用压碎的方法 做好的馅料它会有咸蛋黄沙沙的口感 我一般是更喜欢这样操作 花生芝麻咸应该是最简单的 就配方上的材料倒一起拌匀即可 白砂糖可以换成这种金砂糖 口感会更好 然后红糖会有一些大颗粒 记得压散 芋泥馅会稍微麻烦一点 我用的是这种冷冻芋头 吸水量特别大 你如果试用的新鲜芋头 一定要记得减牛奶的用量 蒸好之后所有材料加入绞肉机 重点就是一定要趁热搅打 做青团的馅料 你想要青团不塌陷 这个馅料不能软啪啪的 含水量一定要少一点 热的时候芋泥馅非常顺滑 冷却之后就会变硬一点 奶酪的部分需要提前室温软化 然后和糖粉拌匀 送入冰箱等待冷藏便硬 方便包线 这次做的是50克左右的青团 奶酪一般是称5克 芋泥是25克左右 把芋泥稍微压扁 压大一点 放上冻硬的奶酪 直接收口 这一步操作要快 奶酪它变软之后 就会非常的难包 咸蛋黄肉松腺 25克一个 直接捏圆即可 花生芝麻咸更简单 用小勺子 一勺差不多是10克左右 皮料和馅料的做法都不难 就是包的过程 它会比较考验耐心 特别是你大皮量制作的话 青团的皮股是分25克一个 包青团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手法去包 像这款青团皮 它非常的好推开 然后又不会很粘手 包的过程还是很好操作的 做混色的青团 非常适合压模做花形 把白色的青团皮随机摆放 在压扁后进行包制 这样做出来就是混色的 做成椭圆形后 往模具里塞 压模之后很好看 就是我选的这个扇子模具 它压出来之后有点怪怪的 你可以用你觉得好看的模具 重点啊 这个压模的操作方法 适合咸蛋黄肉松馅和芋泥懒馅 这款花生芝麻馅 只适合做圆形的青团 因为糖它蒸后会融化 包的时候最好是捏成这种窝窝头的形状 再放上馅料进行包制 然后这款口味的提料是38克左右 馅料是10克左右 最后一个重点 大火上锅蒸的话是6分钟即可 如果是蒸两层需要8分钟 蒸的时间最好是不要超过10分钟 蒸太久也会容易塌 而且如果你是用艾草做的青团 蒸太久还容易导致颜色变身 蒸好后刷一层薄薄的油 稍微冷却一点 用保鲜膜密封包好 这也是青团能三天不应的关键 虽然青团季快过去了 然后这个视频我发的时间也挺晚的 如果今年用不上你就先收藏吧 明年再用好了